我跟你說 因為醫生跟我說 你只要收到簡訊呢 就是表示有問題 所以我今天早上拿起手機看到 我只看到羊窩穿字四個字我就哭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怎麼了 我收到羊窩穿字的訊息 他就說你先不要緊張 他就滑開 我唸給一天 我就說好 他說沒有一切正常 所以醫生先跟我講說 看到就是表示有問題 我怎麼傳簡訊給我 因為他說傳簡訊就是有問題 那你就不該傳給我 所以我看到我傻眼 直接亂說 很死人耶